3、2、1 請選擇 恭喜台中人 非常開心 我們台中有一個未來有一個固定的航班 飛往重申 那其實今天代表交通部來這個地方 是要感謝大家 其實這個機場我們有很深的情感 剛剛私下聊天的時候 聽蔡委員說這個機場 從第一班 航班可以飛香港 它開始爭取 需要貴賓室的時候 他開始爭取貴賓室 需要引稅店的時候他開始爭取 那當時我也有 很深的記憶 也有很深的感情為什麼 因為當時我是他的助理 跟他一起努力過走過這一段 那所以今天看到台中的這個機場 可以這麼漂亮 而且重點是 新宇航空這麼忙忙 現在已經進駐兩架的飛機 恐怕在我們台中 在未來還要再進駐更多的航班 在我們的台中 那當然 飛機的進駐代表一件事 代表未來會有更多的航班 跟更多的航點 所以在這個地方想要跟 現場我想記者們也是台中的相信 旁邊很多台中的鄉親 我們是不是一個掌聲 感謝一下幸運航空